我航母战斗群不走寻常路 进军苏拉威西海 有什么意义 关军期间 解放军海军在青岛等地举行了军舰开放日 但更多的战舰 仍然坚守在执行重要军事任务的第一线 其中 辽宁舰航母战斗群的动向尤为引人注目 因为它首次释入了我们此前从未踏足的苏拉威西海 这片海域地处菲律宾 缅兰老岛 印尼 加里曼丹岛和苏拉威西岛之间 北街巴拉巴克海峡 直通苏路海南街望加西和龙马海峡可直达印度洋 正因为这一战略位置临近菲律宾的腹地 很多人自然会认为是对菲律宾的一种警告 但我觉得菲律宾并非此行的主菜 首先 菲律宾的确是需要敲打一下的 尽管近期它在南海问题上表现的相对乖巧 但仍然是那种口服心不服的状态 表面上低头认怂了 实际上还对南海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尤其是试图通过外交手段 扩大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 再加上与美日澳等域外势力的频繁演习 甚至愿意充当美国的前哨阵地 让美军在其国土上部署陆及中岛 严重威胁到我国的战略安全 那在这种背景下 必要的威慑行动是不可避免的 但我们也要看清 菲律宾不过是吃水炮的命 根本不值得我们动用航母战斗群进行威慑 对付它 两栖攻击舰或许更为合适 而航母战斗群显然承担着更为关键的任务 那这次辽宁舰的行动 引人注目是因为它走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 当它首次进入西太平洋时 并没有选择传统的宫古海峡路线 而是从台湾岛与宇纳国岛之间的水通过 紧接着它继续南下进入关岛与菲律宾之间的海域 并与美军罗斯福号航母的航计交汇 这一幕让人联想到当年美日莱特湾海战的态势 只不过这次天道好轮回 我军位于曾经美军的位置 而罗斯福号沿的是当年日军的航线前行 辽宁舰进入苏拉威西海 同样是一种不走寻常路的表现 如果接下来它通过苏洛海返回南海 虽有威慑作用 但这样的路线显然是稍显平淡了 相比之下 我们更期待它继续向南踏足印度洋 这将赋予行动更为深刻的意义 作为中国首艘航母 辽宁舰不仅是我们建设航母战斗群的开端 更是突破传统海域范围 进军印度洋的先锋 印度洋作为关乎我国经济命脉的海上生命线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无论是从中东输入的能源 还是从非洲运来的矿石 都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石 与此同时 我们还需要向全球去运送大量的产品 确保这些关键航线的畅通无阻 成为了海军在新时代的头等大使 为了保障这一战略目标 航母战斗群的存在也不可或缺了 航母作为一种具备进攻能力的军事力量 不能总局现在家门口打转转吧 正如一句俗语所说的 好马可不吃回头草啊 随着我国航母力量的壮大 进入更加遥远的海域 无论是印度洋还是大西洋 都将成为未来的必然